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大家好,我是蓝猫 因為有點感冒就請顧個小姐代班 我們一起來看昨晚剛發布的新組合包溫新小區 我們 остав吧,我們很快 auf 我們謝謝 我們很快 我們很快 我們謝謝 我們謝謝 我們很快 感谢观看 这次主打小型房屋 只能在100格内建造屋子 但屋外建设和花园并不算在内 因此可以有大大的庭院玩耍感觉也不错 预告片里说小房子能减少开支和促进感情 休旦几类 大房子就不能促进感情吗 母汤安捏 尊重一下现在住大房子的模拟市民好吗 预告片里最吸引人 莫过于逼近离奇死法的阿不是 是生活智慧王 收纳小能手的隐蔽床 有没有新死法是还不知道 但至少知道终于出好玩的家具了 好玩又坚固实用性 以组合包的价钱来说真的很可以 至于组合包里的新毛衣 真拍泄 特殊有点被隐蔽床遮住光芒 就像预告片里被打拍到地上的小人一样 眼神透露住迷茫和不甘 以目前预告片和威力在哪里的寻找精神 这次出的家具设计很不错 虽然有隐蔽床就满超值 但柜子 桌椅和陈设可圈可点 小圆茶几桌真好看 已经能预想到它在装潢里出现的次数了 桌椅如果有更好的色卡选择 就能摆搭不同的建筑主题 例如现代风 工业风和乡村风等等 是除了床以外最尬意的家具 另外三色吊灯的设计很可爱 不知道还有什么色卡可以选择 同认为有好色卡也会是百搭家具 毕竟模拟市民中好看的灯真的很少QQ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地盘 不注意也很难 尽管预告片中换了很多风格 它就像厨房的研发 下午的瞌睡一样出现的稀松平常 存在感刷的满满满 但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黄绿颜色很可以 之后我们再来盖温馨小房子 这样子说好像大房子就不温馨了一样 换个说法 毛衣哪一个最吸引你呢 我的话果然还是隐蔽床吧 毕竟一直很希望模拟市民出类似这种收纳或互动型的家具 希望之后还能出其他款 话说回来 这张床真的不会闹猪人命吗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请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开启小铃铛 谢谢你哦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啰 波浪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